做演员并不是颜值非要多好看,主要是要有自知之明。 本来古装造型就非常考验颜值,没那点本时非要尝试不说,还必须要演天下第一帅或并娇美人的角色。 演技又不过关,一步一步接一步地演。 一、恭敬,山河令是在陈情令之后才上线的作品,因为剧名同有一个令字曾领不少人质疑是绑上了陈情令的热度,曾一度影部分观众不满,没想到后来该剧真的火起来了。 作为剧中的康大棋主演,龚俊打响了圈内的名声,第一次真正有了一部被观众所熟知的角色。 温克行促使龚俊这个名字爆火以后,好资源就源源不断自找上门,龚俊开始有了与顶流女星合作的机会,还参与极限挑战等多个大型综艺的录制,出镜曝光率变得越来越高。 可虽然借着温克行的精彩表现,龚俊成功挤进当红小生排行榜,但是各方面来看跟肖战的一夜爆红国际还是有一定差距的。 首先,人气和影响力来看,肖战的顶流依然处于顶端位置,这可以由其今年带来的两部剧的热度,收拾和评价的数据显示得出结果。 热度整体皆在其他作品之上,并且还是从头到尾都始终保持热度的存在,抗剧能力有次可见有多强。 相对而言,龚俊在这方面处于弱势,圈内外的口碑也一直处于两极分化。 其次,演技的专业度和角色塑造的实力来看,肖战也显然更胜一筹,演什么是什么的角色诠释,让顾一野,肖春生,石颖等多个角色被观众记住。 反观龚俊,好像除了温克行之后就没有什么特别出圈的代表角色,此次与迪丽热巴合作也没有显现出更加突出的专业优势和角色光环,甚至还因为在一两集的时候因为角色过于呆板,木讷让不少观众不满,存在感极低。 新角色表现来看,肖战的实力一直在线,而龚俊实力不足的现状明显,专业能力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。 是谁除了出圈代表作,后面演一步扑一步,要么烂上天要么扑得无声无息收拾惨烈。 没错,就是他,入圈八年,一说代表作依旧是那部双男主网剧《山河令》。 按理来说,既然是古装出圈,应该不属于古装丑男行列,没想到,安乐传一亮相,龚俊二话不说就往队伍里挤。 而且,他在剧中还是人见人爱,众多是灵女子的梦中男神,演技不是面无表情就是大瞪眼,咱也不知道到底哪玉树林峰,还敢演天下第一大帅哥式的角色。 最搞笑的是,戏里的前妻龚俊还要被迪丽热八疯狂追求,同时他欲据还迎,各种请自重,看的人真的很想笑,本来想着到后面换一换造型可能会好点,他,只能说暴看就是暴看,无论是沾沾自喜,故作矜持还是假装委屈,都与帅沾不上一点边。 二,肖战。肖战的演员之路可谓走得非常顺畅,演艺第一部剧的时候就因为颜值优势在一众演员中脱颖而出,那张笑起来能治愈所有不愉快的笑容脸总能其出场有致命的魅力。 初有爱豆转型演员,肖战就凭借陈情令一夜爆红,摇身变成娱乐圈的最佳顶流,曾经的极其无名一去不复返,取而代之的是当红一线演员。 爱豆也好,演员也好,只有红了才有下一级的发展,为无限的大江南北爆火,让肖战有了今天带来的星座皆是爆款的局面。 一股作气,肖战爆火以后,从来没有放弃精进专业实力,以至于让观众始于颜值,忠于实力。 肖战后来塑造的角色虽没有魏无限那般爆红,可却无法令人抠并,此次在《玉谷瑶》里面饰演空桑太子,心讲要风度有风度,要颜值有颜值,举手投足之间,贵族气势十足,演技实力的精湛把控让本身和角色匹配度很高。 在女主角不给力的情况下,依然一人扛起整部剧的好口碑,扛剧能力一如既往强大。 3.马天宇 马天宇,那可曾是多少少女心中的暖男天花板、娱乐圈的清流啊。 可从这部剧开播后,大家对她的评价却急转直下,觉得她油腻不堪,是了她身上本身自带的那种纯真。 马天宇是从唱歌选秀节目出身,一首该死的温柔,让她直接火遍大街小巷。 而这首歌在她的演绎下,也仿佛是为她量身定做的那般,她就好像一朵温柔的兰花,不争不抢,让人觉得美好。 再加上,马天宇本人的身世真的很惨。 爸爸欠债,妈妈自杀,爷爷也因为自己刚出道时的不识八卦,被气到直接住院离世。 但是,这些只在小说里才出现的桥段情节,给马天宇的性格,好像蒙上了一层滤镜。 虽然她的眼里总是笑意盈盈,但身上的那股自清冷感却是男演员身上少有的。 在综艺追星星的人里面,女演员宋毅也曾很直白地告诉马天宇,想要认识她,跟她做朋友。 可以看得出,她身上的那股气质是娱乐圈的不可多得,也是她即使人已至中年,却仍旧让人觉得清爽大方的原因所在。 可在陈元这部剧里,她身上的清冷感荡然无存。 这部剧的剧情与常规谷我套路一样,都是男女主携手拯救苍生的故事。 陈旧的剧情题材,如果演员的演技在拉胯,那注定这部剧是无法翻身了。 4.胡一天 谁还记得胡一天刚展露头角的时候,少年敢爆棚,青色高冷并行,再加上一米巴巴大高个,这优越的五官想不出圈都难。 确实,她非常符合如今大众审美阳光帅气,既能在演情偶像剧中演高冷霸总,又有书生气,还能在都市里拿捏小奶狗的角色。 她,没想到如此一张帅气的脸,硬是扛不住古装造型的考验。 我想,她初次翻车应该是在绝代双胶中,官方精修的海报已经让人两眼一黑,没想到正片里更是没眼看。 她,那也是三年前的作品了,没准三年的时间长开了,更遇树林风势和古装了呢。 万万没想到,不是她张开了,是观众想开了。 先是带播剧西花纸开机现场让人按叫一声不好,随后路透图缝上,这是真的整个人都不好了。 这崎岖的脸和浮肿的小眼睛,哥呢,你肿吗了? 没关系,这也只是路透,或许角度不对,或者光线不友好呢。 就算上面开机图是粉丝发的视频里结的,也不代表与剧中的形象一模一样。 当剧方正式官宣阵容,还给剪了个炫酷小短片,点开的那一刻,彻底放心了,古装丑难坐实了。 要知道这可是官方发的,加了美白膜皮绿镜的精修视频,从她这只惨白的手就知道亮度调了多高。 胡逸天一抬头,路人粉彻底破防了,这连长得都能离地了好不。 才入圈漏年,就已经这样了,要不咱还是尝试尝试有剧吧。 5.刘雨宁 如果说光俊只是古装丑男的初阶段,那么与她合作《安乐传》的刘雨宁才是真的360度全死角。 如果说只是个小小配角也就算了,非要跟男主抢女主,同时还给安排个死心塌地的花魁,咋的,没有美女爱你们没有自信吗? 刘雨宁在《安乐传》饰演的洛明熙是个并美人,注意,这可是剧方给的人设,并若长相,阴冷美丽,心却如石头般坚硬冷酷。 美丽没看出来,似乎确实有点阴冷,并若好像有那么一点,她,当这张脸没有一点刘海作为修饰,我真的很难将其与美联想到一起。 这颜值,挑不出一点好,就算只是男二,也是会被吐槽的程度吧。 其实《长歌行》中刘雨宁并没有受到如此多的差评,因为剧中她的人设比较吃香,无论是感情线还是性格都比较吸睛。 她,一旦戏份上来,颜值肯定会成为引导观众看下去的关键原因,说英雄神是英雄中刘雨宁在颜值方面的吐槽声已经四起了。 《安乐传》作为男二或许还好点,本来整部剧质量就不咋样,她,接下来的一年观众可是直接扛起男主的担子,与八十五花合作。 路透就吐槽声满天飞,不知道能否洗刷自己古装丑男的称号了。 六,诚意,指导过周生如故,沉香如泻的郭虎导演操刀莲花楼,并弃情情爱爱放眼快意恩仇,怎么看都是大爆款。 可当我看到男主的那一刻,真的没什么看下去的欲望。 台报里,演员是这样的,正片里,男主是这样的,一定是我打开的方式不对,或者滤镜太过黑暗,换个角度或光线看看呢。 明明有刘海修饰脸型,却还美貌眼妆还有口红一个美少,在这张脸上就是谁也不认识谁的感觉,这样的你告诉是古装男主。 明明才33岁,诚意的身材也比较好,可这张脸就是格外疲惫,脸型崎岖就算了,稍微做点表情,下眼袋,抬头纹,还有法令纹都显现了出来,那小秃嘴动不动就撅起来,观众就是想入戏。 您演古装总得让人看得过去吧,作为男主光是颜值就已经劝退观众了,谁还愿意继续追下去,难道不是古偶就不需要颜值了吗? 作为演员,这张脸就是吃饭的本钱,并不是说要多么惊艳,她,作为主角尤其是一番总的让人有看下去的欲望。 张若云也并不是传统审美的帅,她,无论是庆余年还是雪中汗刀行这张脸也并不是草点,而且人家也从来不凹大帅哥人设,成译几乎每部主演剧都是高冷霸道,被人偏爱,光环围绕,没那张脸却偏偏耀眼那种角色,我看这古装丑男队的队长给你来当算了。 有些演员的丑图我都没好意思结,那是真的辣眼睛,你演员颜值翻车被全网嘲笑,咱一碗水端瓶,看看这古装丑男的几元猛将是否还会在古装圈勇往直前。